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Hi 大家好 我是杭哥 灰力证券股票经济 Wtech特约讲师 上周我说新加坡的股市正在升温 很多penny stock都在蠢蠢欲动 今天我们就发现了好多只股票被炒得很高 我今天总共给客户发出四只股票提醒 这四只股票都有相似的技术形态 其中两只股票在我们发出消息提醒之后 依然延续强势的一个增长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简单 但是我比较喜欢看到的图形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图形 想必小伙伴们都知道怎么分析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四个 WhatsApp Broadcast List的其中一个 叫SG Penny Stocks 当我看到比较特别的新加坡penny stock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渠道给客户们发送提醒信息 如果你是我的客户 就可以有机会收到这些信息 今天发送的这四只股票按时间顺序分别是 Sunrise Mermaid Marine Time Intera Resource 还有Botech 这四只股票 第一只股票是Sunrise 今天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阻力点 在0.068 伴随着很大的一个交易量 然后第二只股票呢 是Mermaid Marine Time 突破了前期的阻力点呢 是在0.102 也伴随着很大的交易量 第三只股票是Intera Resources 突破了前期的阻力点 0.051 也伴随着很大的交易量 第四只股票呢 是Botech 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阻力点 0.100 伴随着很大的交易量 对于这种突破前期阻力 并且伴随着很大的交易量的图形呢 我的交易策略其实也非常简单 支撑点就是被突破的阻力点 比如我们拿Sunrise为例 Sunrise的阻力呢 是在0.068 现在突破了 然后这个0.068呢 我相信就变成了现在阶段的一个支撑点 支撑点的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价位买家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股价呢 不容易跌下去 所以叫支撑 然后找止损点 我一般喜欢会放在支撑点下方的三个beats 所以用Sunrise举例 0.068是它的支撑点 它的下方三个beats 也就是0.065 就是我的一个支撑点 最后呢 我们开始找这个目标点 目标点呢 我一般会喜欢找更前期的一个阻力点 比如像Sunrise是在0.098 所以呢 我的信息就会跟大家讲 就是我看上这支股票的一个理由是多少 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target price TP呢 就是在0.098 然后current price呢 就是CP 0.074 然后SP呢 就是support price 大概是在0.068 然后stop loss SL呢 就在0.065 这个就是我的信息的一个基本的组成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Sunrise的盘中表现 我们当时发出去信息 股价是在0.074 信息发出去之后呢 这支股票一路飙升 盘中呢 最高已经到达了0.096 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点 0.098附近 仅仅一步之遥 在今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然后飙升超过70% 我当时是在telegram客户的讨论群里面说 我说最好是要lock partial profit 后来果不其然 这支股票呢 从高点回落 然后收盘呢 收在0.083 今天呢 总涨幅是在50.9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势了 以上就是我对Sunrise这支股票的策略 另外三支股票呢 我都是根据同一个思路进行的分析 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对比一下 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种独特的股票形态 首先它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是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 另外一个条件呢 是要伴随很大量的一个交易量 我对这种股票形态的交易策略呢 也总结成三条 第一个呢 是把它的被突破的阻力点 当成它的一个支撑点 第二个条呢 是支撑点下方的三个bit 可以设为我的止损点 然后第三个 第三条呢 是找到更长期的一个高点 作为目标点 这种简单而好用的图形分析 你学会了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点开小铃铛 以便获得实时更新 如果你想收到我的股票提醒 找我开一个 汇利证券的股票账号 就可以了 开户是免费的 可以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 或点击下方的网页链接 点击google phone 联系我 免责声明 本视频中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呢 只是个人看法 均不构成股票推荐 本人及WT对您的投资 不负有任何责任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